我們要來一個談心會 談心會 談心會 我們要不要坐下 坐下好不好 好 我們再來是三十五個嗎 對啊 三十五個 對 對於參加這次的 錄製活動 學到了東西 或是有什麼話想說的 因為在壓力的狀態下 是越來越想留下來 特別想每天晚上睡不著覺 真的好久沒睡到覺了 昨晚已經沒睡覺了 我覺得有這樣的經歷非常的好 如果你們沒有這個過程 你們也會覺得當藝人很容易 但其實並不是那樣 真正好的藝人都不會 顧得那麼的輕鬆 有這樣的經歷也是 就是再一次去問一下自己 到底適不適合這樣的行業 我覺得這個也是大家需要考慮的 我第一次來到迷宮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集合到了 其實我也有看到 其實大家的名次都會不太高 對 我們這組其實是變數會很大的一組 好傷感突然 在一起生活一起去練 就慢慢覺得 就是很不想跟大家分開 就包括我一百進六十的時候也是 很多我玩得很好的朋友 他們就被淘汰了 所以當時就覺得很難受 然後馬上又要迎來下一次 排名公布 所以可能會 就是會覺得更好受吧 對 你現在敘述的 就很像我們人生的路程 一定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你們現在很年輕 所以一定會有 你需要被支持 被鼓勵被認同的夥伴們 然後再遇到某些人 再往你推進一點點 最終你還是發現 有時候你必須要孤獨地往前 沉重的話題 想到這個心裡就 一股不知道什麼時候的感覺 如果要說真的開心 不受排名的影響 肯定是假的 我有觀察到 他們都有一點加開心 像殷石 他一上台就是 哇 給人眼前一亮的那種 很有趣的那種感覺 但其實他一表演完 我就感覺他臉上寫滿了東西 他就像丁薇俊 有一點加開心 就是他跳的時候好開心 但是下來的時候 就是有點凝重 就舒淇離開 誰不會難過 來吧 我們再練一次 來吧 來 我們再練一次 來吧 yüzej 爱奇艺月祥品质